育幼院外墙漆上彩色插图 每个孩子脸上都画上笑脸 看似快乐成长 却被爆出黑暗内幕 今年四月花莲这间育幼院 遭人踢爆虐童 一名九岁儿童因为过度活泼好动 被五花大榜在轮椅上长达八个小时 还包尿布限制他上厕所 当时院长人在国外 接获消息认为这样的举动并不妥当 回国展开调查替男童抱不平 竟然遭董事会解职 我们就依照儿权法相关的规定 还有儿哨机构的管理办法 来进行相关的程序处理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那那个依据九月初左右 会召开最后的一次的会议 但这恐怕不是单一事件 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 揭露这间育幼院从二零二一年 就被列为平等加强辅导对象 当时还有一名十七岁院童 同样遭受不当对待 院童指控常常根本没有原因 就被志工捆绑双手 要求在资源回收桶旁边罚站 育幼院还经常发生霸凌 有人受不了逃怨 被抓回来之后还被惩罚 住在废弃房舍 略同爆发暗卫案 社会处回应负责的执行长 四月已被禁止接触怨声 育幼院目前还有十二名怨声 年纪大多是国一到高三 当时怨声已经交由社工照顾 并接受心理辅导 至于育幼院被评检秉等 县府也有辅导团队进入协助 与这略同案有无相关 还需要再做检视相关陈储 九月就会做出最后决定 TVBS新闻 傅廷华高中 蔡新鱼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